撞成一團 其中一部起火燃燒 消防人員立即部署水線搶救 所新整體事件 並會造成人員嚴重傷亡 黑煙密布遮蔽了視線 旁邊車道的車開過去 瞬間就消失在濃煙當中 幸好消防隊員即時灌救 從車體後方布線縮小火石範圍 消滅烈焰 四小客車因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車上人員軍裡逃出無人受困 根據國道警方調查 六台車本來都是行駛在內側車道 開在最前方的兩台車 不明原因先追撞 後方四台閃避不及 二度追撞成一團 而有一台小舊車經不起兩次撞擊 瞬間起火燒毀 導致當時國道三億路段一度大亂 幸好車內駕駛乘客即時逃身脫困 全員平安有驚無險 三地新聞黃孟真李建營苗栗台中